好 謝忍 老人總是說這很危險 不要輕易的去冒險 那你在那邊有碰過什麼危險嗎 在那邊其實我覺得法國大致上 就是跟兩位比起來就真的太好了 就是法國就真的是一個自然良好的地方 而且路況啊 文明啊 而且它每100公里就會有個鄉鎮 所以不會說你騎了什麼 騎了一整天都還在一個沙漠裡面 是沒有 所以就是我會很鼓勵大家 就是去如果騎腳踏車的話 法國是一個很好的地方可以去 那這個都不會交通上的危險嗎 比方說他們的卡車啦 汽車 我覺得就是他們汽車 就是在台灣你好像會常被按喇叭 可是好像在不知道什麼 在台灣你會覺得按喇叭是一個 對你一種威脅就是說閃遠一點 可是法國按喇叭 他通常都是只是智慧你說有車要來囉 然後他會 他按完喇叭以後都會繞著很遠 很遠很遠的超車 保持一個很遠的距離 很遠的去超車 就是他們這種文化好像就已經有 升職在他們的人名裡面 就是他們的火車啊 或是公車 其實常常都有那種掛著腳踏車的那種 那種器具就是專門就是很對單車都非常友善 就是他們單車就是他們一個文化 我下了火車我就騎單車 對不對 我騎單車去上火車 他們那個高山纜車腳踏車都可以上去 像很多什麼纜車 前面就特別就是為腳踏車設置 另外一節纜車說你的腳踏車放前面 就不像台灣說台灣還不能上火車 火車你還要特別去搭兩鐵列車這樣 雙鐵列車 就法國這種方面就是做得很好 那法國人還有那麼熱情嗎 像南美洲 我沒有遇到這麼熱情 不過倒是就是還有一次有蠻有趣的 就是我們上 因為我們想去爬碧影遊詩山 然後碧影遊詩山那天就下著大雨 然後我們就下著大雨 然後我們去爬碧影遊詩山山上 然後那時候因為我們是四月多去 然後發現去看就發現 喔碧影遊詩山那一段 兩千多公尺的山脈還在積雪 然後我們就想說 到底要不要走下去 因為如果走上去 如果爬到山頂要爬到半山腰 然後又回來 那是不是很浪費時間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在下大雨中 在麵包店前吃東西這樣子 然後吃東西的時候 就有個台灣人過來跟我們搭訕 那是一個非常非常小的鎮 然後那個台灣人說 他每次只要遇到亞裔人孔 就會來問說 就會想要搭訕出台灣人 結果他這次 他住了十幾年 他這次就真的遇到了 第一次 他就真的遇到了 他就帶我跟我的朋友 我朋友周一鴻 我們是兩個人去洗車 他帶我們回去他家 一個女生 然後到他們家 他跟他法國家 他是二十歲出去法國 他一句法文都不會就去法國 然後到他那個家 他就跟他法文 法國那個家人全部擊腳說 我見到台灣人 見到台灣人 法國家人很為他感到高興 他嫁給法國人 他的故事很特別 因為他是前男朋友是法國人 就是他們家人 然後他但他前男朋友人 也是一個流浪性格的人 結果他前男朋友 就不住法國 他就跑去西班牙 結果他前男朋友的屋子 現在就留給他來住 然後前男朋友家人 現在也變他的家人 你可不可以圖解一下 是這樣的關係 十幾年沒有台灣人去過 而且他就是鎮上 唯一一個亞裔連孔 亞裔連孔 因為他就是一個非常小的鎮 他為什麼要住在那裡那麼久 他喜歡 他就是可能 他就是覺得台灣的地方 壓力很大 而且他那邊就有一個 還不錯的工作 像他們都是 他們在那種地方 因為滑雪 他們主要是冬天是滑雪 夏天是爬山 他們就是 主要是小小鎮的觀光業 所以他其實春跟秋 都有半年都不用工作 每天就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就是非常非常悠哉 然後我們在那邊 就跟法國家人這樣子 吃了一頓非常非常完整的 法國的家人的一餐 就是吃到睡著的那種嗎 差不多 可是其實 其實到處都有台灣 我曾經在南非很荒涼的一個 那種沙漠什麼地方 就一個很小的小鎮 居然有中國餐廳 我們團體在那邊吃飯 而且中國餐廳的老闆娘 居然是個台灣人 所以他就對我們非常熱情 很開心 我們就問他 我說那你怎麼會跑到 這麼遠的南非 這麼荒涼的地方來開餐廳 他說 二十年前我參加一個旅行團 集合的時候我就沒上車 車開走 總之再也沒有台灣人來 他只好留在那邊架著開餐廳 他就這樣講的 所以這種感覺應該很大 那法國最有名的是美食對不對 法國最有名的美食 對是美食 有沒有吃到什麼美食 可是他都在吃Casino 我那個大賣場 我們也是 你怎麼知道 因為我在法國我們也是都自己煮啊 對對對 但是法國大家就會想到法國就是美食 但其實就像剛剛營竹有講到 就他們那個沙威馬 他們北非來的食物非常非常多 因為法國有很多北非營民 所以像就是沙威馬也是每天 而且沙威馬差不多就是五歐 就折合台幣差不多兩百塊 這就是他們路上可以找到最便宜的食物 兩百塊最便宜了 而且他們都是參車嘛 剛好是換換成五哀棒 我們三個人有一天太累了 在巴黎 然後呢就找了一個真的是一個 就看起來是一個咖啡廳呢 有賣簡餐的 然後一個人吃了半份的三明治 半份的那個就是硬的麵包夾 火腿跟起司而已 然後就是半份 就等於一份半 一條的 一條加半條這樣 因為一人半份 然後兩杯咖啡一杯茶 這樣子 來 曾大哥猜多少錢 多少 55歐 恐怖 無數歐 對 所以只好 後來就只好都在Casino進出 因為就是他們的大賣場 對 我們都想我們去賭場 那樣子 拼音是一樣的 這樣子 所以其實在歐洲很貴 你60天花多少錢 60天 真的去華國這麼貴 我還是覺得喜歡去找你那個老大 還可以拿相機 對 60天花多少 差不多 我們其實吃住都還不錯 就是我們吃住都還不錯 差不多花了10萬多一點 60兩個半月了 但是其實中間我們也是吃了幾次米其林的餐廳 對啊 我覺得就是一個很不一樣的旅行方式 當然就米其林餐廳 大家可能聽到就說 那是幾星的呢 當然它就都不是 它就是只名列在米其林手冊 因為米其林手冊其實不只是一星二星三 其實它有名列很多 推薦 所以你只是看到旁邊有米其林輪胎的廣告 它在牆上只有貼說米其林推薦的餐廳這樣 其實一星大概 一星大概你一個人的套餐大概80塊 其實在法國你反而去吃好餐廳 反而覺得比較華得來 反而你去吃路邊的那種不怎麼顯得 你反而覺得好貴喔 反而到鄉下地方真的米其林一顆星的 一個主餐也不過才70幾塊 對加plus一點稅 100塊絕對有漲 是 是 我們台灣最近有一個飯店 請了這個法國米其林一星級的主廚來 結果推出2萬塊套餐 然後推了200份 一下就被賭光 那不行 一定要直接去法國吃 對 啊不然就找老 看看我們經紀很好 小星期經常 三星級當大全都倒閉 對啊 而且